胡歌终于又拍新剧了,这次的新作品不仅与多位实力派演员合作,还获得了广电总局的大力扶持。 就在最近的前几天,网络上传出了几张,胡歌的最新路透照,是他在新剧开机仪式中被拍摄下来的画面。 从曝光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胡歌当时站在舞台上讲话,并露出了神情愉悦的表情来,在那里积极地演讲着。 在这一次亮相中的胡歌,他身穿一件黑色的长袖T恤,梳着一个大背头的发型,给到别人一种阳光帅气的感觉。 而他这次出演的作品,据说是一部名为县尾大院的电视剧,一部红阳基层干部正能量的精品大作。 然后在这部作品里面,胡歌将出演当中的男主一号人物,名叫美小哥,与吴月等人一起合作。 而且除了他们两人之外,同时还有黄磊和张新成等人,也一起出演了该部电视剧,都是一些实力派的演员。 在他们的这部作品里面,将拍摄一群基层干部,一起实现一个贫困线,从贫穷到致富,以及健康发展的一个剧情。 并且不仅如此,在他们的这部作品当中,据说是因为弘扬正能量的原因,所以获得了广电总局的大力扶持。 然后加上冲着胡歌的头衔,让他们的作品在当下,就进入了一个未播鲜火的状态,让不少的网友们,纷纷表示了期待。 而喜欢胡歌的网友们,一直以来都知道他,是位演技实力,优秀的演员,而且人品也是非常的正。 在他过去的作品里面,每一部都给观众们,曾带来了非常多的经典,比如《仙剑奇侠传》的第一部和第三部,以及电视剧神话,还有《猎场在内》的多部作品,都是一些经典的回忆。 并且由于他的人品超正,以及长相又十分的帅气,再加上依旧单身的原因,而让无数的女性网友们,纷纷喜爱和崇拜了这位胡歌。 所以结合了这些因素,让这位颜值实力都在线的胡歌,他所出演的每一部作品,都是非火急爆的大作,成为了收视率的保障。 甚至在那个品质盛典的颁奖典礼上,著名表演艺术家秦宜,还曾亲自为胡歌颁发过奖项。 而且在颁发的过程中,秦宜老师对这位胡歌,给予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,称赞胡歌做出了非常棒的成绩,很好地传达了艺术。 可见胡歌的综合实力,在娱乐圈中都是有目共睹的,上到一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家,吓到普通的观众们,都对他一致的好评认可。 然后这一次也一样,当看到他的新剧录透照之时,不少的粉丝们,已经在留言区的下面,发起了许多的评论,纷纷期待他的新作品。 最后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喜不喜欢胡歌,这位演员呢,或者对他有什么不同的评价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杨 杨 杨 一评论 不在意识 杨 杨 一评论